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来教你们自拍 那我平常喜欢的自拍角度呢 有很多 一个是这样的 这样为什么我觉得可以 可以让自己看起来 比较大支一点 因为我比较喜欢穿 宽一点的外套 我觉得这样 看起来呢 头会比较小 还有怎么拍呢 这样拍 这样拍呢 我觉得会显得也是头比较小 然后脸也稍微小一点 但是我拍照呢 经常会被 大家 diss 说你一只脚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连事在哪 比如说平常穿那么多花的衣服 也是被大家说 为什么你每天把老太太的衣服 穿在身上呢 哎 真太难了 我觉得有一直在增肥 希望节目组可以多给我几 几盒盒饭 多加几个鸡腿 什么样子 比较喜欢配饰 就是我出门睡觉 一定要不管是耳环呢 还是项铁还是戒指 一定要有一个 不然我会觉得全身没有分量感 然后后期呢 也希望导演组姐姐们 可以多多准备配饰 因为吧 我自己其实背了三盒 大配饰 我就想的是 如果没有合适的 我就自背 但希望可以换一点新的款式 在这里先跟你们 拜托拜托 我比较喜欢银饰 款式要简约一点 其实很多款式都有 比如说长一点的 或者是像那种短款 然后几个环扣在一起的这种 我也挺喜欢的 因为之前有很多时候呢 做女团 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够顾得上 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是很长的 那种大环的耳环 我自己不是太适合 所以我这一次 就想着如果 老师们没有我自己带了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带的几盒配饰 然后呢 但是我相信老师们还是会在节目里准备 每个人适合的配饰 希望吗 希望就是多一样 好了 那今天我分享了我的自拍 我的配饰 跟我想说的给你们 也希望你们要多吃一点 胖一点可爱 胖一点健康 就要不然就像我这样 就是瘦 瘦不一定是好看的 所以胖 丰满一点一定是好看的 好了 我要去增肥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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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